古代经典故事连环画 周楚除三汉 改编于今 绘画徐燕孙任帅英 魏莫进出的时候 东吴阳县有一个少年 名叫周楚 也为其父亲周房生前 当过伯阳太守 所以他从小就被交宠关了 周楚长大后 越发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天天骑着马横行霸道 常常把农民地里的庄稼 糟蹋得乱七八糟 他又最爱打猎 打不着飞禽走兽的时候 他就把人家的家禽乱打一击 他的力气非常大 谁要是同他讲理 他就挥动拳头要打架 受害的人们找到他家里去告状 他母亲只会流着泪 给大家道歉 说道 我也奈何他不得呀 你们找衙门管管他吧 人们到衙门里去告他 衙门里都是周楚父亲 生前的好友部下 便总是不痛不痒地说 年轻人难免也一点 让他慢慢改好吧 这样周楚越来越蛮横了 四周的人们懦弱一点的 看见他就躲得老远 更多的人却在暗暗商量 准备和其火来 把这个恶哨狠狠地惩罚一顿 他们说 娘不管 官不管 我们来管 渐渐地 周楚感觉情形有点不对 人们见了他 不是像见神见鬼 就是在背后指指点点 怒目而视 朋友一个也没有 他只能独往独来 一天 周楚拉住了一位老者 问他 大家为什么整天 都是那种发愁紧张的样子 老人咬牙切齿地对周楚说 你还不知道吗 因为这地方出了三大害啊 周楚问 哪三害 老人说 第一害 是南山上的那只吃人的老虎 第二害 是长桥下那条骇人的骄 周楚问 那第三害呢 老人指着周楚的鼻子说 就是你这个仗势欺人 横行霸道的坏蛋 你要了我的老命好了 大家会把你同老虎和骄一起除掉的 这天晚上 周楚一夜没睡好 他想 他想一个人被大家当作老虎和骄一样害人的东西 不是已经走上绝路了吗 还是赶快回头吧 第二天一早 他就去找昨天遇到的那个老人 对老人说 过去是我错了 我要去除掉老虎和骄这两大害 将功赎罪 说完 他就骑上马 带了弓箭 到南山上找那只老虎去了 他找到了老虎 射击了箭 最后用短刀捅老虎肉搏 终于把老虎打死了 接着 他又从长桥上跳到水里 去捉那条骄 他同骄在水里搏斗了三天三夜 一时沉下去 一时浮上来 随着河流纠缠了几十里远 第四天 周处才背着被他杀死的骄 浑身疲乏地回来了 他满以为 人们一定在那里为他担心 他哪里想得到 人们以为他也死了 正在庆祝出了三大害 周处听到那个老人说 他还是死了的好 他活着回来 会自以为立了大功 更要了不起了 再说 一个光有蛮力的人 也没什么大用处啊 周处知道 大家对自己痛恨到了极点 有意识到 自己除了有一身的蛮力 一无是处 于是 他丢下那条骄 默默地离开了家乡 他跑到当时 骄兵法最有名的陆云那里 说出了过去自己的错误 决心改过自新 请求陆云收他做一个学生 他本担心自己岁数不小了 陆云会不会收他 自己还能不能从头学习了 陆云对他说 早晨认识错误 当夜有勇气改过 是最宝贵的事 一个人只要有决心学习 就能成功 周处从此刻苦学习 后来周处成了一个勇敢善战的将军 为国家出了很多礼 他在边疆战死之后 地方上为了纪念他 为他造了一棺木 后来成为江苏宜兴地方的一个古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